穿著白色襯衫站在香港街頭 香港行為藝術家三木 做出禁酒的首飾 他在六四天安門事件 35週年前戲 揮舞右手 大大寫下八九六四 沒有說一句話 不過港警馬上就過來關切 一度拉起紅色的封鎖線 港警盤查之後 三木才負准離開 香港灣仔銅鑼灣 從6月3號白天起 就有港警助手 而一旁的維多利亞公園 1990年到2019年間 都是六四燭光首頁活動的地點 每年有數萬人參加 不過自從2020年 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 活動已經停辦多年 如果6月4號有人點著蠟燭出現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 用個別日子表達六四這一天 要民眾把法律守好守滿 人在臺灣的香港流亡藝術家黃鍋才 用手風琴演奏反送中運動時的歌曲 《六四事件》當年 他在海外留學 黃鍋才以創作紀念受難者 他也不諱言 作品也是向中國解放軍表達 沒有人忘記六四事件 《靜新文》綜合報導 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靜新文》